下一位 你好 我面试 你就穿着外卖服来面试吗 不好意思 我刚刚送完外卖 来不及回家换衣服 这是我的个人简历 这样吧 给你一百个字 介绍一下你自己 就一百个字啊 为什么 来面试的人这么多 我们的时间有限 你不懂吗 可是你要知道 一个正常人的语速是一分钟三百个字 一百个字大概需要二十秒 我用二十秒的时间来介绍我自己 你确信能够了解我吗 这就要看你的能力了 问题不在我 开始 我是一个生意失败的男人 需要一份业务的工作 但这并不代表你们可以随意地践踏我的尊阳 一年前我曾经坐在你的位置 对别人进行面试 一年后我仍然有可能坐在你的位置 对你进行面试 如果我面试 我会给面试者充分的时间 基本的尊重和友善的理解 因为在这个机会和挑战共存的时代 任何人的成功和失败都是暂时的 没有谁的成功是终身的 也没有谁的失败是长久的 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话没有道理 那么说明你是个弱者 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有道理 那么请给其他的面试者最基本的尊重和信任 你可以主宰一场面试 但是你无法主宰别人的命运 我不认为贵公司的招聘方式 能够达到广惧天下英才的目的 我讲完了 正好二十秒 至于是不是一两个字 我就不知道了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今天来贵公司 被你们选择 成熟一场误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